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12月9日星期三的收市個Round 再一個層異題和大家總結港股開放 美股三大指數都創新高 而人民幣也走強 港股今日高開高收 紅紫高開2805點1度上陽362點 震在5後升幅就收窄 十天線同樣天線得而復失 收佈26502點升到198點 升幅0.8% 國紙走勢相約收佈10488點 升78點升幅0.8% 科技指數收佈8101點 升16點升0.2% 大市成交金額1366億元 創榜股份今日走勢普遍向好 有邦上陽2.2% 匯控就升1.1% 科技巨頭也多有升稅 小米爾4.4%升幅位居於藍酒榜首 騰訊微升0.3% 阿里星島1.1% 京東座1.4% 京東旗下 昨日首日掛牌的京東健康 兩個禮拜後就會被納入到MSCI同富時指數 今日升4.6%收佈25元 內需股份尤其飲品食品股走勢理想 啤酒股份中 華遠啤酒創到66.7%的52週新高 收佈65.3.5%升4.1% 清獨啤酒創過82元的52週新高 但即入圍托百分之0.6% 雖然萬洲國際跌了百分之2.2% 但其他世界豬肉股份走勢零利 普田食品見過1.9%的一個月新高 收佈1.29% 急升近4.5% 而衛生國際也創到52週新高 收佈1.7% 飆升超過5.3% 踏入冬天旺季 內地12月份的煤炭價格推高1成 而一眾的煤炭股份也向好 見到神華升百分之1.5% 中煤上揚百分之3.1% 至於遠洲煤業上揚百分之1.6% 今日收視角Round 先到這裏 明天再見